还有期间时候传出的台湾大学附近出现了吐口水的怪客要告诉你嫌犯落网了 时间在昨天夜里头就在台大对面的真理堂这边嫌犯落网了 这名口水怪客呢是台大研究所二年级的学生 他专门挑长发女学生下手 昨天晚间他又要在犯案的时刻就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真理堂前面 对一名年轻的女性吐口水当场被路人给抓住 现在被带回警局征讯 但是他犯动机为何 现在还要来调查